對,那這邊第一場比賽開始 就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步驟 藍隊他們是守護從特門出場 那其他成員現在是往中場做移動 那並且紅隊是戰士開架 那守護他就是中邊是就折往中場 那就是來看一下這個 KIP上面的一個團戰狀況 藍隊他們有兩個成員是走後面 那現在是在後面用這個缺陷的引擎 這邊就會來抓這個對面的成員 現在這個盜賊他是繞過來 繞到對方的台子上面 然後這邊是瞄準了對方的死靈 我就一下這死靈 他就剩下半條血了 對,但是剛剛那個死靈用了一個 就是鬼魅行走 跳下去 跳下去以後又傳回台子上 就把那個盜賊給bet到 騙到下去了 對 所以現在他們上面就是 就是紅隊站著一個遊俠一個死靈 在上面free DPS的狀況 所以對藍隊來講非常不利 對,現在這個盜賊血量已經很少了 這邊補起來是死靈 直接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那這個死靈仍然在上面free DPS 但是這邊成員是過來把他救起來了 並且他這邊是抓住了對方的盜賊 直接反打一波 把對方的盜賊給瞄了 但是這邊被一個恐懼過來 就看到這個Henge這邊的戰士 他是死在這個家裡 他被這個對方的戰士給單殺了 這樣子紅隊就會擁有兩個編點的優勢 滅中場的狀況還在打 但是這個盜賊他剛剛由於狀態不好 所以是趁機來去偷開對方家 但是他們中場其實這邊快要滅團了 這邊守護血還在吃衣當中 這邊即將倒地 這個倒地狀態 那隊友嘗試在救他 那其他成員是在DPS 所以這邊成功把他擦掉了 對 他們的隊長 紅隊的隊長SUPER 他是蠻常衝擊邊點 他的打法風格上 他是蠻常單衝對面原點這樣子 對 這邊中場藍隊只剩下一隻遊俠 但是他也跑不掉 這邊是要被攔截在這兒 並且這個藍隊復活的戰士 是往對面加點做移動 那這邊倒地狀態 那這邊倒地狀態也是放了一個 缺少衣服 嘗試把他的隊友救活 那死靈持續DPS 但是這邊還是把這個 游俠給救起來了 並且那個 剛剛 紅隊的游俠是也來到點上 現在在跟戰士對打 但是 藍隊的成員都是往賣點來做移動 所以他這邊一個人可能會支撐不住 他隊友現在目前的 趕往這邊在支援當中 現在這個游俠就是 被這個 倒賊給定住了 那現在狀態非常的差 並且補起來在C當中 也這邊即將倒地喔 那這邊終於是倒了 隊友在旁邊很快的救了他 但他應該是會被自己的 欸 他剛剛 臨死前有拍了大靈啊 大靈是被斷了嗎 沒有救到喔 並且兩邊的游俠都倒 但是都是救起來了 那現在這個 藍隊的戰士復活又是往家裡 但是他們對面的這個 Super仍然在等著他喔 所以 應該是 沒辦法把家點拿回來 所以這邊就看一下 這個賣點的會戰怎麼樣了 這遊俠狀態很差 這邊倒地了 他剛剛身上整排的conjunction消不掉 這邊 成功被擦掉了 所以這個賣點的會戰 目前看起來藍隊又要崩盤了 這個守護也是 撐不住 那現在這個賣點就會由這個 紅隊拿下來 這樣子 紅隊就是一個三點的節奏 那並且這個 藍隊的盜賊他趁其想要 往中間做移動 但是 是有這個 對面的盜賊在盯著他喔 對 剛剛在賣點的那波會戰 的重點就是 因為這個POSE 紅隊的死靈 他是晚進場的 然後藍隊那時候 把火力全部交給了那個 天使靠的身上 那POSE進場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盯他 結果他就是 幾乎在 完全沒有人盯的狀況下 這個死靈 沒有人盯真的是很恐怖的傷害 對 然後就是看到 一堆人就是整排的condition 然後就爆炸了 對 那剛剛這個 SUPER在這邊是被 二打一給擊殺在這喔 但是他的隊友很快 就回來防守 並且這個遊俠也是 在這邊即將被他們殺掉了 所以現在這個藍隊就是 持一個三點狀況 並且他們的遊俠也是 趁機在吃對面家的BOSS 那這邊我們就是 抱歉這是自己家的BOSS 那現在他們就是 要來賭一下這個出生點 看一下對面動向 那現在看到這個 藍隊他們是打算 四個人要來直衝對方家 那並且這個SUPER 他是有發現到了 所以現在是 回家防守的狀態 並且這個遊俠也是 把BOSS收掉了 這邊是 要往Keep來防守 因為這個戰士 他現在是往這個 中場做移 當中 那並且這個 藍隊他們三個是在這邊 抓到對方的死靈 但是死靈開了一個瘟疫之後 竟然成功脫逃 逃過三個人的追殺 那現在他們就是 三個人要回家 打算把家人拿回來 那終點狀況 則是被這個 戰士給 開擺了 但是現在盜賊過來 進場一波 呃 戰士目前是 沒什麼損血的狀況 並且切了一個 大錘 做一個這個 群體的一個控場 並且他的隊友 也是趕過來支援 那賣 Henge點目前還在開擺 這個情況 並且這個 中場的戰士 現在狀態很差 被一個恐懼 接一個大錘F1 但是仍然不知倒地 隊友兩個 很快在旁邊救他 成功把他救活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Henge點的狀況 Henge點也是一個 2打2的狀況 但是這邊這個 死靈現在血量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生命之力是滿的 並且把對方的盜賊給殺了 生命之力滿的 等於他是有一個 兩條血的狀況 所以等一下就可以 隨時來 切換一個 這個死目狀況 平態 但是他下面一個 倒在石化 所以兩邊同時有人倒地 有兩個人同時插起 這邊看到這個 戰士是比較快 把對面給插死了 所以他就 Ready跳起來 所以這個Henge點 現在將由這個 紅隊拿下 那至於這個 Keep的狀況 這個遊俠是先行倒地 但是被隊友很快救起來 並且這個 戰士也是血量很少 那他的這個 同樣幾點都還在C當中 所以這邊是支撐不住 也是倒在這邊 隊友也是很快救他 但是 持續在對他的屍體 進行DPS 這邊 那隊友也是血量很差 然後還是被擦掉了 可以看到 藍隊自從剛才那波 賣點 會戰 這個 被滅團之後 這個分數就拉開了 而且一路被壓著打 對 就是 紅隊 這邊完全就是 不給對面機會 然後 直接把 他的會戰 控制在 中點以及 對面的 加點 所以 藍隊也找不到什麼 太好的突破口 這邊 兩個紅隊成員 要進來了 所以這個 賣點 現在藍隊來不及 踩下來 並且他們是一個 二打一的狀況 然後他的隊友現在才進場 進場之後是瞄準對方的死靈 死靈他的生命之力還是滿的 所以這邊等下就切一個生命之力 就可以回復了 而且這個游夏也是被他們兩個打到倒地 那這個盜賊也是沒辦法救他喔 那 他們的這個 守護是進來踩點了 但是 他只能維持這個點 不要讓他被開白喔 而且只能維持一下下 這個 馬上 藍 紅隊的分數馬上就要來到500分了 欸你這個 這個 是怎麼回事 欸 Sorry sorry 昨天有個東西忘記關啊 沒關係那還好沒有影響到 抱歉 抱歉 其實紅隊他們 他們就是上週 第九週拿到冠軍的那個 那支隊伍 那時候他們叫Pax Crish 那他們這週又把一個 隊名改了一下喔 那VOTF也就是說 也就是這個 Super 他們隊長這個 戰士Super 在了這個工會 也是一支非常強的 World v War 隊伍 啊 World v War工會啦 應該不能說隊伍工會 我剛剛應該有看過他們工會的影片 對 他們那個工會 GVG的影片 對 那他剛剛 他本人也有到我們的頻道 來跟我們打招呼 打招呼 對 對我剛才那個王叔叔就說要簽名 對啊 是一個非常知名的玩家 就原來只有我們播報他們比賽 對 只有我們播報 我覺得他們 這隊伍真的是 非常強力喔 上週也是讓我們看到了 打敗這個 衛冕已久的這個 對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週的這個ESL 只有六支隊伍參賽 那並且 Chase Mode這一週就是 他們沒有參加 他們被打倒的時候就 傷心了 也不知道 說明他們是 有事 有事啊 就是不能打這樣子 對 所以 現在的這個支 紅隊 就是我覺得是 算是冠軍呼聲非常高 畢竟他們上週也是 已經 奪下了這個 當週的冠軍 我覺得 他這個 阿蘇拉配這個 配這個肩膀 好好看喔 感覺很像吸血鬼 這邊第二場比賽馬上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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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在轉播這一場喔 所以我們這邊 這邊 只要我們OK 他們就是 開始了 我 我 印象中 Super有這麼有禮貌嗎 他今天 是 莫名的有禮貌耶 我 有點 受草落驚啦 我們怎麼會他們比賽 他們當然要有禮貌一點啊 這邊第二場比賽開始喔 紅隊是由戰士開架喔 藍隊則是戰士跟守護開架 其他人員往中場做移動當中 並且這邊藍隊似乎是要三個人衝擊對面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狀況 這邊 是兩個人在這兒隱形喔 他們 是這個盜賊打算 支撐過去跟這個Super單挑喔 喔沒有沒有 他戰士也跟來了 所以這邊他們是要再二打一喔 喔被一個石化給定住了 那這個Super馬上開了他的Indo Pan 就是這個無敵的技能 並且切了一個這個大槌喔 F1暈了兩個人喔 那反而是這個對面的戰士 血量反而掉的比這個Super還快喔 這是怎麼回事 這也不太科學啊 那並且在 臉上放了一個這個 長攻的F1 並且接了一個大槌F1 在這邊沒暈到 但是他是把那個 盜賊給打死喔 對這邊看錯的是盜賊 那 隊友嘗試在救他 並且被接了一個這個 大槌4跟大槌F1 但是這邊Super血量也不多了 所以他持續現在轉了一個這個 長攻在對屍體DPS喔 就非常的緊張 喔 又切了一個F1 但是這邊是同時倒地了喔 那看他可不可以把這個 盜賊給打死喔 結果盜賊是一個隱形 喔 差一點喔 這個是一個2打1 但是非常的驚險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Super的這個 功力是多麼深厚喔 那中場的這個遊俠被擊火有點慘 所以他開出了他的大理 並且現在是持續在招靈當中喔 那目標是對面的這個死靈 那我們來看一下死靈的狀況喔 死靈這邊他是有帶一個瞬移蟲的喔 所以是可以順到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並且他的生命之力也是蠻多的 我們切一個DS型態 用一個4號技能 那 這個 由於這個遊俠他有帶大理喔 所以他們決定不要在這邊硬打喔 現在是留下一個 人跟他踩的終點喔 那反而是藍隊現在是在中場2打1的情形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對這邊這個 Fari喔 他一樣這個Super又是在這邊1打1喔 所以這個中場應該 藍隊應該是會 以少打多的情形喔 不過這邊這個 紅隊盜賊也是趕快支援的 但是這個Super已經倒地 過來 嘗試救他 結果他被一個這個石頭弄倒了 所以是成功把這個 Super給救起來了 那並且這盜賊現在是在互抓的情況喔 那用了一個隱形 這邊持續用劍匕首的3號技能 在做傷害喔 結果這個Super在點上血量很少 所以這盜賊決定先過來支援他 先把這個戰士給殺掉喔 這非常精彩的攻防喔 同樣職業的對打 那並且這個Super他剛剛由於血很少 這邊是倒地喔 啊 這邊 喔成功在這個 被擦掉前成功把這個戰士給打死喔 並且 盜賊也是通常死的 那這邊是選擇先把 隊友給救起來 但是他自己血量也很少 這邊要變成2打2的一個倒地戰啊 結果好險這個盜賊他的這個 補血是CD好喔 所以這邊是先把那個盜賊打死 並且對面戰士是復仇起來 但是這邊也是 對他 其實Super也是復仇起來的 嗯 大概那個是有點驚險啊 對 呃其實就是他們那時候想要 然後 把這個Super擦掉的時候 被 兩個人 撞在一起 然後 沒有不是被他打死 是被盜賊打死 對啊 對 他被盜賊打死啊 他中場現在這個 藍隊的戰士血很少 他把他的 補血的這個 SIGNATE是交掉了喔 他現在是逃離到一個安全地位 因為他的這個 文章在CD的時候 就沒有一個被動回血效果 這邊就會非常危險喔 那就是被一個抓掉 這邊嘗試再救他 喔 成功把他救火了 因為盜賊放了一個這個 血肉refuge 讓他隱形下來喔 那並且這中場 會戰就還在打喔 可能還要打一陣子了 這兩邊都是有這個 戰士的狀況 並且這戰士他一直被擊火 然後那個 死靈在場上其實蠻煩的喔 這個 放那個 DS5也是可以 把大家都控場控住 但是他這邊生命之力被打消耗非常快喔 並且補血這邊 CD好但是血量很少 這邊差點死掉了 然後並且放下他的瞬移寵 成功的瞬到台上 那但是他人家持續在被這個 戰士擊火當中喔 那現在三個點都是一個 開白的狀態 這非常膠著 但是這個 紅隊現在是已經拉分 差了這個 140分左右 並且這個 死靈他就是一隻 利用這個 地形的狀況 然後一直逃離這個 戰士的追擊喔 並且 戰士他的大錘F1 其實在這個 有高T差的狀況下 是比較難命中的 但是他這邊被兩個人抓到 所以他的瘟疫有這個大招 那並且持續在盲目這個戰士 那他現在血量很少 現在600 這邊 直接進入一個倒地狀態喔 周圍現在有兩個殘血的敵人 然後他被一個血量refuge成功的救活了 並且這個對方的戰士 是已經倒了一個喔 那這邊另外一個也是 殘血狀態 正在死命奔跑當中 那他的Indo Pan CD好了 所以這邊開了下來 暫時無敵喔 持續利用翻滾閃 照一個大錘F1 過來暈的這個守護一下喔 那兩個邊點現在都被各自站了下來喔 都是站到對方的加點 中場人家在持續戰鬥當中 但是這個 死靈剛剛是因為狀態不好 就趁機把自己加點給站回來了喔 對這個紅隊的男人 在持續把分數拉開當中 中場那個 盜賊死掉 但是他兩個隊友成功把他救活 但是這個戰士可能再劫難逃喔 那用了一個F1 暈了對面一下 就反而是那個盜賊先行倒地 這邊持續利用長攻F1喔 在這邊進行A1 那邊的盜賊是順利的原地 但是他的屍體被持續DP的當中 這邊是被DP的到死喔 但是兩邊的邊點都被紅隊給拿下了 然後中場這個 這個戰士他真的存活了很久喔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戰士根本就是小強喔 淵不絕的這個生命力 然後又被隊友給救活了 但是他的這個盜賊隊友倒到旁邊 沒有人救他阿 這是差別待遇阿 那現在是 這個盜賊他是順回來 並且被這個大靈死掉 然後就救活了喔 所以中場這個 像這個 4打5的一個會戰非常驚險阿 那但是這個藍隊的盜賊也是趁機脫離這個點 然後要去把加點踩回來 而且這個紅隊盜賊也是喔 兩個盜賊也是同時做一樣的舉動 那中場就還在持續對戰當中 而且這個死靈他在場上就是 真的是持續利用地形要來躲避對面的戰士喔 不然兩個戰士一直持續控場 真的是蠻可怕的一個狀況喔 接下來還有一個盜賊 盜賊等下 進場看會不會抓這個死靈 現在他把生命之力全部用光榮 現在只好在這邊放一個法杖 而且一個DS 但是DS來不及放技能這邊就已經消耗光榮 並且補血跟這個 不然還是CD當中 不過這邊補血真的CD好了 對面戰士也是倒地 這邊成功把它插掉 中場目前這個藍隊是減圓的狀況 並且他們的遊俠也是趁機把自己加點戰回來 所以他們現在是打算要來撤退喔 現在是已經退到了點外 並且這中場只剩下一個守護在點上喔 所以他等一下可能會直接被三個人擊火秒掉之後 中場就會有紅隊拿下喔 成功把殺掉喔 那這個Waterfall現在是一個一打一的狀況喔 兩個都是遊俠 但是可以看到藍隊這個遊俠現在血量比較少的情況喔 因爲他的零都在CD當中 交出了他的補血喔 那並且他的隊友是趕快支援他的 但是他這邊快要倒地的一個情況 那兩邊現在又是一個二打二的情形 就是遊俠應該會先行倒地喔 什麼倒掉了 然後戰士試圖用一些控場來救他 但是這邊還是被插掉了 並且戰士也是來支援囉 所以現在是一個三打一的狀況 那他們把這個點滅掉的話 就會變成拿到一個三點的情況 那這個守護士復活出來了 那現在這個紅隊也是全部都壓到這個點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在這個點打一個大規模對戰喔 那這個戰士現在血量非常少 嘗試逃往終點但是沒辦法喔 並且這個藍隊的遊俠他出身後發現 這個點可能沒辦法打 所以他現在是往對面加點在移動當中 並且紅隊的遊俠他是把門打破了 所以現在是打算進去solo一下這個load喔 這個Waterfall還是一個開白的狀況 但是這個紅隊的戰士已經快要倒地了 他們持續利用長攻做人輸出 然後切一個大槌F1暈了一下這個守護 並且這個點上還是在2打2喔 並且外面也是打得非常激烈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遊俠打這個load 喔他這邊快要 他這邊soloload被那個load打死阿 那他是有招出一個大鱗 但是大鱗是沒有救到自己喔 這邊看可不可以把這個士兵打死 喔打死了之後成功跳起來 那至於這個旁邊的狀況 這邊怎麼有個 人死在這個水裡阿 那守護也是血很少 所以現在這個點是已經被滅了 那他們是決定全部rushload喔 紅隊現在全部成員都是往對方加點做移動當中 那這邊是成功的把load收掉 所以就是 100多分獲勝喔 那我們攻擊就是二連勝拿下了晉級 5 10